关系 那接下来是不是转换一下话题 三泰这里你好像是说什么评论 我们以八八评论理念转型 你这个评论比较大 不过我喜欢的 比照生活性的或者是 摄影家在当时社会运动的 其他的想法其实都很OK 数位时代跟照片时代确实 好像是格式一样 三泰自己也有部落格 粉丝也很多 不过他就撥他的照片 很大利好 来 务力了 行不行 谢谢 如果被说 当时 今天我本来是 OK 今天本来我是下一场的 但是后来我 我赢得说明要来跳咖 然后我今天 刚成如主持人说的 我要讲的是 我们以二二八的一个 平缓运动的 所谓转型争议的这样的议题 对我来讲 坦白讲有点吃力 我想我想我就延续 刚刚那 阿邦跟那个 方文他们 他们所提到的 认识的郑南龙 这个部分 其实当时我们在新闻媒体上 我算是一个 我算是一个主流媒体 然后阿邦跟方文 他们都是非主流媒体 所谓非主流媒体 就是他们的杂志 可能今天解稿之后 晚上就被抄 那如果说 民主运动 我算是非主流 他们才是主流 所以我在这一段 我想我也顺势来谈谈 我认识郑南龙 其实我认识郑南龙 是在1987年的时候 他不断的在推动 所谓台湾民主运动 跟228和平的那个活动 那 那不是在远距离的认识 也完全就是说 对这个人也不是那么了解 然后到后来有一次 在19 我记得是1988年 11月9号 民进党在国滨 已经举行了一个所谓前代会 当 在前代会的那一天 这之前 朱高正已经是跳舞 是被号称为 台湾民主战舰 我记得大家应该有这样的印象 那在那个过程之中 朱高正几乎是 台湾所谓的民主运动的神 在那个阶段 只要朱高正到哪一个地方 大家都是对他完全是 怎么讲 就是掌声不断 好 到一直到那天开会的时候 我突然 我身边冒出一个人 然后就伸手 打了朱高正一巴掌 说这一巴掌是为台湾人打的 我当时我听的奇怪 这个人是谁呢 怎么会去打神呢 当然我那时候对台湾来讲 我某种程度阿邦说 我们只是被摄影的一种热忱 我们对于民主政治 并不是这么这么的 那么投入或了解 所以在那个阶段里头 我们想 怎么会去打啊 他是一个目前媒体 媒体的主流人物 你打他不就会被媒体K吗 OK 所以我那天也目睹了 朱南龙被朱高正用椅子 打破了他的头 所以我从那次开始 才真正认识 认识我的奶龙 那后来 朱南龙就 包括几个朋友 希望说 因为我们是主流媒体 所以我们在采访新闻 有一些所谓某种正当性的 正当性的理由 跟正当性的一个身份 可以到比较正当的场合 就是比如说总统府 比如说国王部 比如说立法院等等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在 非主流之外 我们能够帮他们一些忙 所以我们就一然之然就是 开始扮演起所谓的 打游击的方式 一直在不断的提供 只有十代的稿件 然后我讲一个笑话 我想奶肉应该也听得到 奶肉很喜欢抽烟 就是不喜欢喝酒 那我喜欢喝酒也喜欢抽烟 所以我陪他抽烟也陪他喝多久 但是奶肉也喜欢打麻将 我不喜欢打麻将 所以有个笑话就是说 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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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报社同仁 帮他写稿 写完了之后譬如说 写完了然后夜底了 要结清稿 稿会 就请他们来一起打麻将 结果搞 左手 左手发稿会 右手正然我们就把他们的稿会 放收回来 就是我认识奶肉 当然奶肉很多事迹 其实他们两个都已经讲得蛮清楚 蛮多的 所以我也不再多琢磨 我想今天我就针对我的议题来谈 我是1987才正入进入台湾 就在整个解研前后 我参与过台湾民主运动的一些采访 那这个在这个阶段里头 我一直我看到的所谓的228 就我对228事件的了解大概是我 在美丽岛事件之后 然后承接了一段时间 到1980年 1970年 1980年代初 台湾开始有所谓的 比如说什么关怀杂志啊 深耕啊 新潮流啊 等等这些杂志 就会谈及 谈到所谓二二方事件的过程 但是这个其实我们都是用 用一种所谓的自我想象 然后 因为那个议题 的确是刺到 国民党政府的 执政党的一个痛 所以 那时候接收到的信息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当我 当在解研之前 我相信 那个时候 离界是速杀会还蛮重的 如果说要谈228事件 其实228事件应该是19 19 1947 正确是1947嘛 那实际上是1945就开始了 1945到1987结 这段时间总共是40年 所以整个228事件 有经历过这么长的一段 一段所谓的 那个恐怖的时间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常常跟我讲一句 我真的觉得 你那人 有 有意无语 大家都听不懂 啊 讲一句不懂 我想有意无语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你只能听 你不能讲 然后后来我们也 眼神的 眼边的另外一句 一句 对我们自己的一种 很不爽的一个抗议 叫五咖真没办法 五咖真没办法 你你 我有 我有屁股 我为什么不能放屁 我有问题 我为什么不能去伸张 这个就是整个 228带给我们一个 严重的 一种所谓的隐忍 或者是说不爽 就藏在内心 所以我在这里 就是说 就我在新闻媒体工作的 采访过程 我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解研前 台湾其实是 对谈二方是一个禁忌 那这样的一个禁忌 我们不能谈 不要说我们不能谈 就是更早之前 所有家属都不能谈 所以他们只要一谈 他们就认为说 可能会有一些 抄家灭族 或者是等等 我不知道 这个也是听人家讲的 所以我 我第一个阶段 是我听到 听人家讲的 比如说他们在扫墓的时候 他们每年去民间的时候 要去扫墓 就是长着 就跑到一个 随便找到一个墓园 就哇 我们去找爸爸的魂墓啊 我们去找阿公的魂墓啊 结果说 怎么找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不晓得尸体在哪里 这是一种悲哀 然后另外一种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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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记住 然后也不能公开的去谈论 过去的历史 甚至你完全都没办法 去了解你过去祖先 什么样的地位 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 这当然是1987年以前的事情 那1987年之后 其实解言后 虽然是解言后 那当然仍然这些家 就是这些家属 已经勇敢的站出来了 也就是说 在郑南龙有一场 有一个 我记得他在嘉义有一场 他提到就说 我真不好意思 我担你得站出来 感应不接 其实他不是向大家抱歉 其实他 就是感觉上就是 这一个 为什么我要祭祖 为什么我要对我的祖先 有一些所谓的 祭拜的仪式 我都要偷偷摸摸的做 那一次就是真正的公开 公开来做 所以1987 其实之后 台湾人还是对这个事件 还是有点点 还是有点心有遗迹 还是有点心有遗迹 那我想这样的处境 毕竟对整个台湾人 某种程度的伤害 那当然第三 第三个阶段 其实第三个阶段 其实就是 包括李登威 跟228 受到家属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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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之后 实际上 228有谁记得 228有谁记得 我记得有一次 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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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新闻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电视台记者 跑过来就说 问我说 欸 他问 不是问我 他就问 直接问阮美苏 因为阮美苏在 好像我记得是 在民生东西 还是长春东西 成立一个 那个竞争会 就是 暖昭日的 那个 一个竞争会 所以 那一天 那一天 有一个女记者 就跑去 就问阮美苏 欸欸 对不起 请问阮美苏是哪一位 那我当然是 我当然就傻眼 我不晓得怎么办 就说 我那时候也心里有 有点感觉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有点感觉 台 台湾要进入一个转型正义 真的是有点困难 因为这段历史 你 就连一个新闻记者 都不晓得 那一段历史的存在 何况现在所谓的小朋友 对这段历史 他到底能够理解多少 所以我就转型正义 当然 就真的是需要记者 但我们在座 已经都是离开职场很久了 大家都是 失业老公嘛 哈哈哈 所以 最 其实我最近也很多人 很多人在跟我 谈到一个 因为最近 其实我们跟中国 走得很近 不是我们 是我们的政府 然后 相对 也 我们的执政党 跟日本 好像也有点点 所谓的 比较没有那么亲近 那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那 我不晓得 就是说 为什么 我们会对日本人特别好 为什么 还有很多人在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比较喜欢日本 其实 我们 我想了一个 我们其实 19 1895年 是马关条约 割让给日本 我们被割让 我们没有前例来主张我们的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所以在1895年被满清政府 把我们割让给中国 到1945年才回来 总共50年 对 总共50年 但是 但是 韩国也是被日本统治过 统治过35年 那韩国为什么要仇日 为什么我们要清日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那 仇日的原因就是说 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们因为他们的政府 打败仗 所以他被日本侵占 日本投资 但我们不是 我们是长期以来是被殖民 那被殖民的结果是 我们都是 被人家出卖的一个 第一个族群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要想 我们怎么去 转型正义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国家 对我来讲 我是这样的 所以 228事件 就是 我不想 就是今天谈 那个议题 我可以不要谈 太大了 因为也不是我的专业 然后 所以我就一个摄影来讲 就是说 我 我们 1987解研前后 我们参与这样这么多的民主运动 我们拍摄了这么多的照片 这里头 就是我们都有拍过 所以这些照片 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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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到这些照片 其实我们当时 坦白讲 也是一股热忱 然后我们也 不是冒着生命危险 但是我觉得 我们因为这样的 而把这些历史的片段 把它放在这里 那我们怎么去将这个片段 把它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历史 我想 我们只是 我们是影像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部分 那我在思考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 整个二二八世界 我们好像看不到影像 整个世界 整个白色恐怖的那些 我们好像看到什么影像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看到影像 就是 我们网络昌流行一个笑话 不是流行一句话就是 没有 没有图像 没有真相 对不对 没有图像 没有真相 OK 所以对相对 对我们而言 我们只能靠一些文字上的技术 靠一些所谓图画的 图画的一个 对我们产生的一种某种的联想 所以 我大概这么猜啦 就是我看过了所有二二八的影像 大概只有我最近我的朋友出了一个书 叫陈宁城 我想大概要认识 他在枪口下的一个司法片品 他里头唯一有一张照片是 二二八当时有图片的 就是吴宏琪 吴宏琪我想大概你们都知道 吴宏琪就是吴宏林的哥哥 就是吴伯雄的爸爸 那在那个时空 中需要是应该有钱人家 才有办法买了起相机 才有办法用拍照 但是我想我得跟吴宏琪的太太 我表示建议就是说 他既然是还这么考虑到 未来整个历史 必须要有一个真相 所以我唯一从那张照片看到 真的是台湾过去二二八被屠杀之后的 所谓的最直接的影像 最直接的影像 那当然也就这么一战 那所以我就说 我常常跟我同事讲 或者我的学生讲 今天的影像将成为明天的历史 所以我们这些影像坦白讲 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所谓历史的一个真相 但是我们不敢奢求 但是我觉得能是一个 最起码的一些片段的一个记录 我们已经敬礼 谢谢